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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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玲 姜玲 你怎么趴着看书呀 我说没说过 趴着看书的眼睛不好 烦死了 一点小事情也要管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我好想快点长大离开家 我奶奶 为了我考试的事又唠叨我了 真烦人 我也是 我以后又不去当科学家 我妈妈又要给我增加课外辅导班 我稍微反对一下就说我不听话 天图 家长管的事简直太多了 我们想快点长大 自己住 天眼变身 原来你们都这么想离开家呀 对 我们都想离开 是个救你了 天眼 是个救你 看我的 这是虚拟家庭模拟器 我模拟的是香菱的家 你们走进去 里面会有两套和香菱家 一模一样的房子 除了爸爸妈妈都不在 时间流逝和外头不一样之外 别的都和原来是一样的 真的和原来一模一样啊 我昨天藏的漫画还在这儿呢 哇 灵犀 好幸福哦 好美啊 太好了 小龙家也太窄了 不能让我打球 哎哎哎 冠军 咱们说好了 你可不能打扰我看书 啊 你要看书 跟我们进来干嘛 我只是不想看 我爸爸妈妈布置的那种书 我想看自己想看的课外书 那我练拳总行了吧 嘿嘿 没人管太痛快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哈 几点了 不知道应该要吃饭了吧 咱们去哪儿吃 你们有谁会做饭吗 我妈妈不让我学这种没有用的事情 那真美丽呢 你会不会 我爸爸是厨师 我学这个干什么 那咱们都不会 吃零食吗 不好意思零食 我都吃光了 没饭吃怕什么 吃零食才更爽 我的衣服 你会洗衣服吗 那都是我奶奶帮我洗的 我连洗衣机都不会开 那怎么办啊 该吃早饭了 好饿呀 我们这么饿下去会哭哭被饿死的 我不要 我要吃饭 我不要饿死 哪有这么洗衣服的 我 我只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要妈妈 我要吃饭 我要妈妈 我要回家 我要吃饭 天眼 我们要回家 不要自己住了 你们不要自己住了 我们以前 把独立想得太容易了 我就知道 别怕 妈妈还没有发现 你们不见了 你们跟我回去就可以了 但是以后 可不要再随便意想天开了 好帅 微笑会传染 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这个开车的人太没有素质了 好可怕 看我的宇宙无敌异弧弦球 我 我等 我来 我来 顶歪了 武冠军 足球是用脚踢的 你这么用力地拿头顶 万一打到 丁眼界的小同学怎么办 老师 我刚才是一个头球 足球规则里允许的 你 你 你看你的鞋 你的鞋太脏了 卫生给你系不合格 什么呢 莫名其妙就给卫生不合格 不玩了 叫到主人自己身上还脏呢 哼 哎呀 刚才没看见对不起了 道歉有什么用啊 你把我足球碰掉了 摔坏了你赔啊 啊啊啊啊啊 我关键你无力取闹 足球怎么会摔坏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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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同 我看到大家都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了 他们不开心又不是你的错 我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微笑起来 啊 这个简单 天同圆 天同扁 天同扁 天眼 哼 想让大家都微笑 只需要来点传染 传染病 哎呀 你听我说完 不是传染病 是会传染的微笑 现在你可以把微笑传染给别人了 真美丽 别不开心了 妈妈说生气会变丑的 说得对 美丽的我要微笑 武冠军 别生气了 平白无辜的生气一点都不男子汉 我一点都不生气了 徐伯文 你说我是不是男子汉 这个问题太难了 得用辩证法来回答 假设说 算了 这不重要 我们还是去踢球吧 走 武冠军 我是来让你写检查的 不过我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了 踢球嘛 球鞋脏点很正常 快去玩吧 谢谢老师 天童 微笑太好用了 这个功能你就别收回了 让我一直用吧 微笑是有用 但也不是万能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太过分了 那辆车撞了我们家的狗狗就逃跑了 别人的宠物受伤了 你竟然还微笑 小姑娘 你什么心态啊 我 对不起 你说得对 看来微笑也不适用于所有地方 有的时候根本没法传染 用什么 不管什么表情 都要用在对的地方才行呢 就是啊 手术后住院大概一个星期 我会在医院陪她 总之这个星期 博文就拜托您和乡林爸爸了 您就专心照顾博文的妈妈吧 博文就交给我们了 许博文 快来 咱们一起看动画片 许博文 你怎么了嘛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这可是你最爱看的节目啊 不想我妈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急汪轮送我情 李白为什么要说深千尺呢 这个水潭真的有一千尺那么深吗 许博文 你来说一说 许博文 许博文 博文 你在想什么 我想我猫 她哭了 都小学生了 还哭着想妈妈 哭了又怎么样 她的妈妈要做一个手术 已经住院了 你们就没有想爸爸妈妈 想到哭的时候吗 博文 你坐下吧 妈妈有爸爸照顾 没事的 别担心了好吗 下课我帮你给他们打电话 哈哈哈哈 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许博文在我们家 每天晚上都捂着被子哭 真是太可怜了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动不动都掉眼泪啊 每年你爸爸妈妈走的时候 你哭的那个熊呀 还好意思说别 天桶 好天桶别睡了 快来跟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吧 我觉得咱们需要来点经典的 天眼别山 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水晶球 通过它你可以看到远方的人和事 就像电影里的魔法师一样 妈妈快来 给你看好东西 没心情 今天我妈妈做手术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啰嗦什么 快点 快 看 那是不是你妈妈 妈妈 她看起来好虚弱好难受的样子 妈妈 妈妈 妈妈不见了 博文 你妈妈肯定没事 她不好 我都看见了 她全身都插着管子 闭着眼睛很累的样子 都怪你 变什么水晶球 让许博文看见妈妈的样子 还不如别看呢 这怪我吗 是你们让我想办法的 博文怎么了 我在厨房都听到她哭了 怎么了 她想妈妈 当然了 博文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看来妈妈抱一抱 比什么都管又 我得去厨房看一看 还在烧菜呢 你们安慰安慰博文 博文别怕有我们呢 乡林冠军圣男 你们都来呀 快点 拥抱这事儿 哥们儿挺住 圣男就差你了 人多 有点挤我就不来了 哈哈 妈妈妈妈 博文 妈妈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我知道该怎么办 妈妈 你有没有觉得好一些了 博文的拥抱好像有魔法 我真的觉得好一点了 爸爸你也来抱抱妈妈 拥抱吗 我还是算了吧 爸爸来嘛 拥抱有魔法 真的 你们走了以后 老师同学阿姨都拥抱了我 我就没有那么难过了 哥伦布是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航海家之一 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 他先后四次出海远航 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 在帕里亚湾南岸首次登上美洲大陆 哥伦布最终证明了地球是圆形 这种学术的正确性 连通了旧大陆与新大陆 你也看过这本书 没错 他可是个大探险家呢 太酷了 一个发现新大陆的大探险家 我也要去冒险 不关锥 走路看着点 整天就是到围着香菱转 香菱 你再给我讲两个哥伦布的小故事吧 好吗 快回教室吧 马上就要上课了 还有一会儿呢 刚才讲到哥伦布的第二次出海了 你只听故事不自己冒险 怎么能成为大探险家呢 对啊香菱 你跟我一起去公园探险寻宝吧 让你看看我的实力 见证一下我成了下一个哥伦布 可是公园里哪有什么宝物啊 你不记得了 以前我们大家观察小蚂蚁的时候 把自己挖到的宝贝玩具 一起装在铁盒子里 埋在小树丛下了 要是我能找出来 许博文和珍美丽也会承认 我是个大探险家的 我想起来了 我最喜欢的发卡也在里面呢 天头你就帮帮我吧 那这些冰淇淋全部都给你 你要是还想吃 我明天再给你带过来怎么样 好不好吗 天头 怕了你喽 太好了 我们快走吧 走 看我的 天头圆 天头扁 天头扁天眼 我给你们一个好宝贝 寻宝罗盘 它的指针会永远指向你 心里最想要的东西 不过如果连罗盘的主人 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需要什么的时候 指针就会不停地旋转 还有可能会出现故障 要小心使用哦 谢谢了 天眼 我们要去做大探险家了 冰淇淋呢 你等我一会儿 我还得去看看他们呢 我们这样瞒着爸爸妈妈 会不会不太好啊 一个勇敢的大探险家 才不会担心这些呢 吴冠军 罗盘指向哪里 你记得咱们把铁盒 埋在哪里了吗 我当然记得了 我当然记得了 指着前面往前走 走 原来你们在这儿 我都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探险的 什么东西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叫过来我就打你了啊 我给你拼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吴冠军 你这样可怎么当大探险家呀 没事 没事 来 香菱 你站在我身后 我来保护你 怎么样啊 你别怕 放心吧 还好我跟来了 现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 妈妈找不到我 肯定该着急了 咱们回去吧 好吗 再等等 我想咱们就能找到藏宝的地点了 找到铁盒子 咱们立刻原路返回 可是 这个地方 咱们是不是来过好几次了 怎么这么严手啊 什么时候 没事没事 可疑是罗盘累了 罗盘坏了 吴冠军 原来你真的不知道 铁盒在哪里啊 我还以为 你已经做好寻宝的准备了呢 大探险家 大探险家不都不用做准备的吗 我要回家了 我要回家了 湘灵 你怎么了 都怪我 别慌 我在 天眼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们 对不起天眼 罗盘坏了 我就是很想找到铁盒 给珍美丽和许伯文一个惊喜 里面那是我们以前最喜欢玩的玩具 我以为我可以成为他们心里最棒的探险家的 没关系的 你别难过 明天我们叫上珍美丽和许伯文一起来寻宝宝 你还是可以做探险家的 你 湘灵 你真好 你找到了 就是这里 湘灵君 我就知道你行 一瞧像块冰淇淋 软软的天一口好起来